一次车祸让他痛失又闭,一次抛弃让他彻底陷入绝境,面对双重打击,他将如何走出人生低谷? 一段舞蹈让他一鸣惊人,一段爱情令他躊躇不浅,他将如何面对新的生活? 残疾人舞蹈家玛丽的悲喜人生,健康之路,敬请关注。 残疾人舞蹈家玛丽的悲喜人生,健康之路,敬请关注。 残疾人舞蹈家玛丽的悲喜人生,欢迎他。 大家好。 亲情、感情、爱情,其实就是说起这个情字来,其实是很多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。 尤其对于很多残疾人朋友来讲,他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就会显得更加敏感一些。 一旦感情生活遭遇了挫折,他们应该如何走出心里的阴影去迎接新的生活? 今天我们就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故事。 2004年,在CCTV舞蹈大赛上,舞蹈牵手一炮而红。 舞蹈传递出的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,以及知残者的坚强与执着感动了无数观众。 跳舞的女孩叫玛丽,而这个舞蹈就是根据她自己的经历改编的。 玛丽六岁开始学习舞蹈,十八岁考入青岛艺术团,然而灾祸从天而降。 十九岁内,一场意外的车祸打碎了这个女孩的梦。 车祸让玛丽永远地失去了幼病,这个残酷的事实让她痛苦不堪。 雪上加上时,玛丽当时的男友也为此绝情地抛弃了她。 花季女孩面对双重打击,玛丽深陷绝望。 她无法面对这样的自己,曾几度自杀,都被母亲及时地阻止。 看着年迈的母亲,整日为自己担心,玛丽决定为了母亲,坚强地活下去。 让我们请出今天的主人公玛丽,欢迎她。 大家好。 来,请坐。 其实刚才的那个短片里边,我们对于你的一些经历有了了解。 所以我们想请你来做一个大分,评估。 就是我们这个题目的中心是对于爱,对于情感的这种诉求。 然后周围你看有渴望,愿望,绝望和希望。 这个希望对于你重新地去尝试感情或者说获得这个爱。 你会给她打多少分呢? 这种感受。 我感觉是,不说满分,应该是八分。 其实你说到希望,我有这么几个词。 你听一下。 第一是母亲的关怀。 第二是对于舞蹈的这种追求梦想。 第三是金钱。 第四是你周围有很多好朋友。 你来给她排一个顺序。 哪一个是起到最决定因素的? 我感觉是母亲的那种关爱。 恰恰有的时候希望这个词。 就在一瞬间,每天早晨起来,我母亲养成的习惯就是早晨起来很早。 然后把饭做好,然后就在下面喊。 玛丽吃饭了,要按说是以往都会。 玛丽吃饭了就会,知道了。 答应一声,母亲就会放心。 正好了那天,我的心情一直不是很好。 没有理会母亲。 但是因为没有应一声,母亲就很焦急,爬着楼梯上去了。 结尾敲门我也不给她开。 把窗户也没有给她开。 有一个小凳子放在窗台下面,她站到凳子上。 然后拔那个,用劲的去拔那个窗。 把那个沙窗试破的时候, 一下让我就,就心里面就是,一下激发了我。 当时我就下去把门打开。 因为母亲年龄比较大了。 而且看到她这样的蛮头白发, 就在这,突然间就在这一瞬间。 那个时候我就会想到, 有时候人活着就是不仅仅为了自己, 要为身边的人去想象。 当我们一个人觉得生活没有希望的时候, 我们可能会放弃自己。 但是如果我们爱我们的亲人, 我们的亲人也爱我们, 这种爱的交流在那一瞬间, 真正交流了和传递了的时候, 我们会在那一瞬间领悟到, 我们不仅仅为自己生活。 我有一个照片,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 有一张是在艺术团的时候, 芭蕾舞的照片。 然后我还找到了你车祸之后, 用左手画的第一幅素描。 你之前是用左手还是右手? 右手。 然后就是出了车祸以后, 开始练习用左手。 对。 从那之后, 然后我就开始练习写字。 右手一丧失, 然后左手去练的时候, 说必须得把自己的名字写上, 不能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写。 开始练不好, 然后心情不好, 然后甩很烦躁的那种心情。 然后母亲老是陪在身边, 因为那慢慢天气比较热了, 然后我妈妈就在旁边, 给我扇着扇着, 不让吹风扇, 说害怕吹住了, 身体比较弱, 然后就在旁边扇着, 没事再来。 她陪伴玛丽走过这一段人生的艰难时刻, 是很重要的。 因为玛丽跟我们以前结识的其他残疾朋友有一个很大的不同。 她一直是一个健全的人, 而且是一个美妙虔诚, 有自己热爱的事业。 一切似乎都是特别理想的, 特别美好的前景, 突然破灭。 然后她要接受的是这画面的一个180度, 甚至是360度的旋转。 这个时候, 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一种影响和颠覆作用相当大的。 亲情的陪伴, 呵护和关爱, 对她的希望是特别重要的。 母亲关爱的眼神, 唤起玛丽对生命的热情, 一切都从零开始。 只有一只手, 生活上的种种不变, 让玛丽经常陷入烦躁和明朗中。 她学着用左手穿衣, 吃饭, 写字画画。 经过日复一日的练习, 别人用两只手可以做到的事情, 玛丽只用一只手完全可以做到。 但是, 在生活中, 玛丽却一直无法去证实自己缺失的右臂。 无论走到哪里, 她都习惯着带着甲织。 玛丽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梦中看到自己伸展双臂, 翩翩起舞。 能够再次拥有缺失的手臂, 是玛丽一直的愿望。 玛丽先给愿望哪分? 应该是六分。 六分。 二四六, 在这儿。 对。 六分。 你那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可能还会重返舞台呢? 这个在梦里面想过。 不过我在我的印象当中, 每天要是做这个梦的时候, 都感觉自己不是残疾人。 包括我生活当中慢慢的着手, 我会遗切了一些日常的料理, 包括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。 我就感觉一种是什么呢? 我感觉我和别人一样。 她就是在接受, 我就是一个手, 这个现实。 但是在她的意识深层, 关于她自己身体的形象是完整的。 所以她总不能够特别直接顺畅的接受。 我就自己做了这样的一个假制, 这样的, 然后出去。 因为我不希望别人也把我当成一个残疾人去看待。 走出家门的第一件事情, 然后我就到了机校去学习那个时装设计。 手放在兜里面, 就慌慌张张一个手, 那时候第一开始嘛, 一个手当然做不了两个手做的事情。 然后自己就压力也很大, 就特别着急。 我说, 身边的人知道我是这样的。 另外, 还想演示的好一些。 就一会儿捡此事, 一会儿捡铅笔。 最后捡起来, 我的同桌就告诉我, 他说, 你怎么回事, 你怎么一会儿掉, 一会儿这个。 我说, 不好意思。 我说, 我这个右臂碰住了。 我说, 目前不能动。 我没办法。 我还能这样去做。 给自己找了一个, 自己一个谎言。 但是我自己心里面很安慰。 后来那一段时间我就练习了, 再一个手去做。 后来一个手还是可以完成的。 你在这学校读书多长时间? 三个多月。 一长一段时间里面, 他们都没发现。 所以说, 我感觉这个伪装还是比较, 让我心里边还是挺开心的。 这很重要的阶段, 就是我接受一个缺少, 必须得以我内心里头接受为重要标志。 在我内心里不接受的时候, 外部世界的缺少, 应该暂时被我用一些什么方式替代, 或者过度。 等到我内心里完全接受的时候, 我可以坦然的穿短袖。 比如说,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里, 然后你会选择戴甲枝。 然后, 你是想说, 让大家看到你的时候, 那种目光不会有异样, 还是你真的不能接受它吗? 我要是戴着甲枝的时候, 我很自信。 我感觉我心情非常的好。 有没有可能, 当然你这样很好。 这是你在目前状态下一种好的生存方式。 有没有可能你不带甲枝, 别人看了你的难受是他们的, 不是你的。 对, 也有是这样。 对不对, 如果谁看了你缺了一只手难受, 你不必为他们买单。 你缺少了手臂, 照样洒脱自然的出现在我们面前。 反过来, 倒给我们一种心灵的震撼。 就是我们要是缺少了手臂, 能像人家玛丽那样自信吗? 我们要拷问自己。 所以就让我们进成了难受去吧。 我心里面就应该更放得开了。 我就试着今年的夏天, 我就要把甲枝脱掉。 多设计一些短袖的衣服。 谢谢。 对于玛丽来说, 肢体残缺的伤痛, 远远比不上精神上所受的伤害。 撤火后, 躺在医院的玛丽, 期盼着男友能陪伴在自己的身边。 可是, 整个住院期间, 男友只来过一次。 玛丽出院时才发现, 本来用作交医药费的五千元钱, 也被男友卷走, 从此杳无音讯。 身体的残缺, 男友的抛弃, 和舞蹈梦想的破灭。 这接二连三的打击, 让玛丽无比绝望, 曾几度自杀。 出了车祸, 当时很绝望。 恰恰是因为有这样那种绝望的情绪, 才使得今天我们来谈爱的话题更有意义了。 你会给这个绝望打几分呢? 我的绝望应该是四分。 四分。 刚才的那个小片里边, 我们了解到一个细节。 就当时出了车祸之后, 那时候的男朋友会离开你了。 有点不告而别的意思, 会离开你。 假如说他当时没有离开你, 然后会特别像小说里面, 穷瑶小说里面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, 然后不离不弃, 要跟你在一起。 你觉得那样会对你走出那种阴影的生活有帮助吗? 当时车祸之后, 然后我也提出过这样的一个问题。 我说我和以前毕竟是不一样了。 然后就说你可以选择你的伴侣。 因为我毕竟是这样了。 当时那个朋友也是说, 说得特别好。 我会照顾你的。 少了一支幼鼻子, 就是说没有什么。 还有着手。 还有我说得特别好。 我心里面多少很宽慰了一点。 你离开我就因为我残疾了。 这是事实。 我觉得是个好事, 让你认清了它。 要不然你想你要跟这样一个人结婚。 多可怕。 才开始想不开。 但是后来以后冷静下来的时候, 就感觉这样。 这样反而好。 要是以后再造成事实的话, 我会更伤心。 其实爱情它是发生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。 也就是说它不是你的亲人。 但是它如果真爱你的话, 胜似亲人。 因为来自你家庭之外。 所以当这样的爱丧失的时候, 绝望的感觉就会增强。 但是现在玛丽评分并没有把绝望和爱的关系放到特别极致的程度。 是因为当特别绝望的时候, 有亲情这种支持力量出来以后, 她仍然有希望。 不再相信爱情的玛丽, 开始在舞蹈中寻求情感的寄托。 这面是不是发黑啊? 而在现实生活中, 有一个人的出现打乱了玛丽的生活。 她叫李涛, 和玛丽相识友人。 李涛比玛丽小五岁, 慢慢的她爱上了这个内心封闭, 却对舞蹈艺术执着追求的单纯女孩。 但是, 曾经男友绝情的背叛, 让玛丽不敢再接受新的感情, 一直刻意回避。 十年来, 李涛不但在生活上对玛丽关怀备至, 还辞掉了工作, 考取了经纪人资格证。 现在, 李涛是玛丽的经纪人, 为玛丽平时的演出《安前马后》的奔波。 这个东西你认识吗? 这个太熟悉了, 已经陪我了, 应该是八年了吧。 八年了? 那你先自己抱着吧。 你自己抱着吧。 我想请玛丽先给渴望打个分值。 应该和希望的一样吧。 九分? 八分? 八分。 好。 现在的男朋友是怎么走进你的生活里去? 我开始2002年北漂的时候, 我就到北京一个月之后就认识了。 有了一个人陪着你, 能听你述说, 聊天, 这样已经很开心了。 后来送给这个青蛙, 应该是两个月之后了。 突然间有一天, 我去练功的时候, 我这个朋友送给我了一封信。 然后信上说, 你现在别看, 一会回去看。 当时我拿到这封信的时候, 这个时候我才敏感。 不用看。 你知道里边写的什么吗? 因为女孩的感觉就是, 别人给你送来的东西, 信肯定是, 要不就请说。 或者有什么事, 我感觉要有什么事, 直接就说了。 然后我把这个信拆开一看, 就大失所望。 当时他就写了一东西, 他希望我们俩保持一定的距离。 我怕以后会造成不好的事情, 因为作为一个男人要有责任。 我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和你走在一起。 你那么急切的想看那封信, 然后看完人家没表白, 你就一下量了一截。 对啊, 我们还没有开始, 发二日已经结束了。 后来以后, 我们有一段时间就一直保持距离了, 而且甚至见了没有就不说话。 我又把自己给圈进来。 别动感情, 因为我曾经爱过人, 然后是那样的结果。 以后我不要轻易再投入情感, 再投入恐怕难以避免重蹈覆辙。 既然这样, 为什么又走到一起了? 很矛盾。 是不是你又奇怪了? 你奇怪不奇怪? 按说就应该。 如果没有这封信, 我不会觉得奇怪。 恰恰是因为有了这封信, 然后又走到一起。 有一次我们在演出, 每个化妆间里面没有这样的, 没有椅子去化妆。 每个演员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搬椅子去化妆。 比这个沙发可能再稍微轻巧一点。 我说这怎么办呢? 我遇到了一个难题, 我一个手就在这, 我一个手, 别人都搬, 双手搬着就走了。 我就跟蜗牛一样慢慢的挪着。 正在挪着的时候, 有一双手伸过来了, 我来帮你搬。 帮我甩一遍, 帮我把沙发椅搬到化妆间去了。 我当时一抬头, 就我这个朋友出现了。 就是和你保持距离的人。 就这一刹那, 我感觉特别感激。 我说谢谢。 然后她也笑了。 不客气。 然后大家从那个时候又慢慢来。 打破尖兵。 在那个时刻, 必须把一标签贴在这朋友的脑门上。 两个字。 我说你感觉你心里有没有感觉。 亲人。 鼓掌鼓掌。 这里有一个沙盘。 你现在看到是一个房子。 你手里拿的那个是一家三口。 爸爸妈妈和孩子。 然后请你摆出你理想当中的这个家庭和三个人的这样的一种状态。 在节目精心设计的沙盘中, 玛丽将男主人摆在了客厅, 女主人摆在阳台向外张望。 而孩子则在自己的卧室里。 当健康观察家杨凤池提示玛丽, 这种摆法写下女主人跟家庭是疏离的。 于是, 玛丽提出重新摆放女主人, 改为和孩子在一起。 对于这样的测试结果, 健康观察家杨凤池又会有怎样的解读呢? 我现在想问你, 你是小女生还是大女生还是老女生? 你先不回答。 你想知道我们俩对你的观感吗? 关于这个问题。 那我已经会很失望了。 我先说, 我觉得她应该是小女生。 你觉得呢? 我也觉得她是小女生。 这跟你自己的预期一致吗? 有点不太一致。 我以为我是大女生。 对, 比小女生要大。 对。 甚至我觉得应该有点, 要说女生应该更在偏大。 对, 老女生。 我们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吗? 对啊。 我就觉得她是个小女生。 当她是大女生和老女生的时候, 就要选择和孩子在一起了。 就跟那两位女生年龄相仿了。 如果她选择跟老公在一起, 就跟这小女生两位相似了。 对。 你是小女生的现实, 老女生的心态。 生活当中, 给我的朋友老是争吵。 然后有意见不同意的情况下, 可能就会一直的争吵。 是不是跟这种性格是有关系? 我的朋友比如说去洗, 把水管开得特别的大, 哗哗哗的这种洗。 这个方式我就接受不了。 这样的一是干扰了别人休息, 第二个是特别浪费水管。 然后我就会告诉她, 我说, 你以后注意点。 但你这么说完, 她会接受吗? 当时说了, 好, 就点点头了。 下回还这样。 下回就忘了。 然后是, 一而再, 再而三地发生这种事情。 所以说我就跟, 直到你爆发。 直到你爆发了。 但是你在那个时刻说话, 语调, 语气, 口吻, 要是不对。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。 比如说, 我想喝水, 让我老婆给我倒一杯。 她给我倒过来说, 你喝吧。 我在很多媒体都举过这例子。 我就会拿起这水喝, 因为我听着像是对老公的爱。 如果她倒这杯水, 搁这说, 你喝吧。 我要喝下这水, 去嘴里, 嗓子里冒出俩泡。 再有讽刺意味。 如果我把这水一吨, 你喝吧。 这水我没法喝了。 对杨老师说的是有道理的。 如果你认同我刚才的说法和模拟和分析, 你现在想对这个做点什么改变吗? 我感觉还是应该是, 孩子在床上睡觉。 不是, 孩子应该是在这, 应该是一家山口, 其乐融融的在一起。 来,掌声鼓励一下。 谢谢。 我们来做最后的总结。 今天玛丽给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, 我会把它连接起来。 然后我们会得到这样一个图形。 我们要看看这两个轴。 横轴, 我认为是比较现实的轴。 希望和愿望。 竖轴, 我认为比较理想, 或者想象色彩浓厚的轴。 如果一个人想很多实实在在的爱, 要在希望和愿望上多下功夫。 所以玛丽现在不缺少爱。 因为她这两个打分都挺高。 但是玛丽现在在爱的方面也有一些困惑和纠结。 原因在于在渴望和绝望上打分也挺高。 所以希望玛丽今天听了杨老师讲的这些, 会给你一些方法, 可以去尝试着让自己的内心更多一些方法去改变。 我还想再给她一句话。 建议, 请你把你和朋友的关系由亲人重新调成爱人。 你的变数就在眼前。 好, 谢谢杨老师。 谢谢杨老师。 25岁, 他以满分成绩在国际大赛中获得冠军。 28岁, 他以精湛的演奏征服了全球20多个国家的观众。 谁能想到如此优秀的乐手竟是一个盲人。 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从黑暗走向光明, 盘上事业高峰。 盲人萨克斯演奏家王琪, 为您讲述成长路上的爱与坚持。